華為現在突破很多的一個封鎖 像麒麟9000S的晶片供貨量 說已經可以解決了 那華為手機在今年 2024年銷售要來達到一億部 那更別說Tax Insight 它有報告說 鴻蒙系統 渴望在2024年取代蘋果iOS 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智慧手機的作業系統 然後呢我們看到 Nova 12 Pro跟Ultra 這些都是搭載 像是麒麟8000還有麒麟9000SL 都是用在麒麟9000S來做出來 這個相關的晶片 所以呢郭明祺這個分析師就說 2024年開始華為新機型 會全面採用自家設計的新麒麟處理器 那高通可能就要失去華為的訂單了 這個完全合理啦 因為你美國這麼不友善啊 那人家當然會優先扶植自己的晶片嘛 國產的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家就是那個龍心啊 要做出那個CPU啊 對 那我認為中國一定會有很多電腦開始用 對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用國產的啦 不它一定要try啊 一定要小量試啊 是 那手機的CPU也可能啊 就跟進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逼出來的啦 這好比DUV嘛 DUV你阿斯麥爾現在 有幾款機器你禁止嘛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只能全力以赴啦 不然怎麼辦 我自己來做DUV 因為它現在目前的 因為它搶先佈局嘛 所以 大買特買 這一年大概就買了120台 對 其實我補充個數字 2023年大陸以向ESMO 大概買了600億美元的光刻機 原本的時候大概是120億左右 2022年大概120億 2023年買了600億 所以代表說我已經加大力道買了 因為我有聽到一個說法 說阿斯麥爾的交貨期是18個月 所以根本就是超前部署了 對 只是這個時候交貨嘛 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那個中國大陸 我認為荷蘭應該也早就跟大陸講了 說我們擋不住美國的壓力啦 那你們趕快下訂 趕快買 對 有點類似 你看就是你們先訂啦 然後我們這些不受影響 然後呢 最近我們就看到 美國真的的確跟愛斯麥爾 有進行施壓嘛 這兩款不能賣 2050i跟2100i 這不能賣 但是其實有四款都差不多 那其實2000i這一款可以賣 1980DI這兩款是可以賣 他們四個的效能被說差不多 然後但是你看美國就打壓這一些 中國大陸的高科技 中國大陸這邊就說 你這就是一個所謂的經濟的霸凌 我們先來聽聽看大陸外交部是怎麼回應的 事實清楚表明 美方處心機率打壓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 既不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更不是什麼正當的競爭行為 而是毫無原則底線的單邊霸凌行徑 要剝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美方行為嚴重衝擊國際產供鏈穩定 毒化國際合作氛圍 助長分裂與對抗 這種自私自利的做法 註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亮哥其實自己有特別預估說 在今年是有大陸的DUV會突圍 另外還有五奈米也會突圍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打壓美國會成功嗎 可是毛林講得很對啦 就是說請問這個有什麼國安風險 DUV有什麼國安風險 成熟製程也管 對啊 進口DUV也是為了做成熟製程晶片 是啊 這個完全不在美國的半導體制裁的範圍 對啊 所以你的邏輯是什麼 講白了就是 不要讓你順利嘛 或者要讓你比較難過嘛 少賺錢嘛 那這是什麼制裁邏輯啊 制裁邏輯 你如果說符合去年10月21號 那個半導體的制裁範圍 對 那個還有一點點道理 高階的 那可能會牽涉到人工智能 軍方的設備啊 可是你這個完全是針對成熟製程啊 講白了就是 包括那個拜登啊 對電動車電池的 對 那已經都沒有道理可講了啦 是 就完全就是經濟戰嘛 甚至於如果打到WTO 美國都要輸的啦 對 因為沒道理 可是他又癱瘓了WTO的仲裁機制 所以現在根本就跟你沒什麼道理好講嘛 就是多邊機制也沒用 那兩邊反正你就是要這樣幹啊 那能怎樣 所以這個就是除非中方就覺得跟他硬槓回去啦 所以你要搞我我也搞你啊 可是給我感覺是中國大陸沒有美事必報啦 OK 但中國大陸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呢 我就不斷突圍 那個就不是在制裁對方啦 對 他不是制裁啦 那個是靠自己的本事啦 靠自己本事突圍 那個大部分國家都做不到啦 所以坦白說這個就是 那個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啦 對 那你覺得中國大陸靠自己本事 有可能真的擋得住 我覺得這兩個都擋不住啦 DUV跟五賴你怎麼擋得住 不可能啦 對 好 兩哥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你這樣子打壓中國大陸 大陸其實真的是 沒有像你美國一樣 這樣子以牙還牙那種感覺 而是呢我自己突圍 他說很多國家辦不到 中國大陸辦得到 DUV跟五奈米都辦得到 對 可是你就已經不是在講道理 對 所以荷蘭 荷蘭人心裡就記這一筆啦 對 就是說你美國就是一個 不講道理的國家嘛 可是我拗不過你嘛 因為 DUV跟EUV有很多重要的零組件 掌握在美國人手裡 美國會長臂管轄 所以很多國家都會 敢怒不敢言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 的確被美國掐在脖子上 掐死了 這個不就是霸道嗎 對啊 對啊 所以很多事情 美國是1.1滴 喪失自己全世界領導的這個威信 荷蘭記上你一筆了 另外呢 來看到NVIDIA的部分 NVIDIA說我最近 因為美國有很多什麼這個 晶片不能賣嘛等等 就說好了 我要降規有一版 叫做H20 然後還說Q2的時候 偽創會幫忙生產 不過它的性能 跟升騰910B相比 只有四分之一 大陸的自己升騰910B 都已經很棒了 結果你性能我四分之一啦 結果阿里巴巴跟騰訊說 我看不上你降規版的 我呢要用自己國產的晶片 梁哥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 這個就是求人不如求己 不然你能怎樣 是 就他已經完全沒有在跟你講道理 他要制裁就制裁 那我講白了啦 你傷到自己的企業 對啊 對不對 比如說NVIDIA高通 就因為這樣少賺到 中國市場的錢嘛 對 對 安卓不就是現成的例子 安卓就逼出了鴻蒙嘛 不是嗎 結果鴻蒙 現在在中國市場的市佔率 去年第四月就已經可能就 今年啦 今年 今年2024可能就超過iOS 這個是Tax Insight他分析的 是啊 2024年就會超過iOS 以前這一塊大家也不會 也不會有這塊跟你搶啊 這個就是iOS跟安卓的市佔率 都下降嘛 對 那硬是給你挖出一塊嘛 就這樣嘛 這個不就是你逼出來的 這就是你逼出來的 那另外呢你看 逼出了鴻蒙 鴻蒙現在不斷不斷突圍 現在7億部 這個載具在用了 說未來會有10億到8億多這些 那不就是分時你的安卓跟iOS 還有呢你看華為說我今年要賣1億部 那這也是呢 慢慢要回到軌道來 還有呢說到了高階手機這一塊呢 我們把它攤開一點來看到 2023年全球的高階手機的市佔率 我們把這一張放大了 你會發現說2022年的時候 蘋果很強 75全世界高階手機 華為只有3而已喔 這是2022年 但是華為不是Mate60出來之後 這個佔比就不一樣了 你看到Apple還是很強71啦 從75降到71 那到底跑到哪裡去呢 華為啊從3到5% 它是加了 所以它佔比呢會會慢慢 那個Mate60 Pro是8月29號才宣布 對 所以才四個月而已 所以幅度沒有那麼大 我認為它今年一定會到10%啦 10%不得了 因為它不是只有做這一款 很多 所以因為你這個講的是Smartphone 對Smartphone 那是高端的 高端的 Premium Market就高端的 對 我認為它很有機會到10%啦 那很厲害 不過它有很多還沒有交貨啊 還在排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是合理的啦 是合理的 而且iPhone我認為會是手湯其衝 而且未來還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美國自己要去面對啦 就是說如果鴻蒙 未來要跟安卓脫鉤呢 對啊因為今年就要斷開了 對那斷開的話 你安卓有很多APP就下載不到啊 對 那也會減少你的抽成啊 對 因為安卓本身就是個全力精的製造機器嘛 那這個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 那就變成是 安卓你自己要去設計一些 這個橋樑的軟體讓那邊可以過來這樣 搞不好安卓就自己去設計了 對啊因為這個中國大陸市場就這麼大 14億人口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鴻蒙已經7億台了 然後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可能8億到10億 然後我說要跟你斷開 那你要不要來負荷這個市場呢 對 因為市場很難找啦 要來一個10億的這個 我認為它會去負荷 一定要負荷的啊 不然我就失去了市場 就像NVIDIA 我也要做一個降規版 但現在中國大陸也不買單 你這樣太多 我都能夠做得出來 我幹嘛買你的東西呢 這都是被你美國逼出來的 那現在華為跟蘋果 會不會今年有這個拐點到了 巴克萊就唱衰 這個蘋果說 i15在中國大陸銷售放緩 下調蘋果的評級 然後這個分析師還說 你i15那麼爛 然後他還說你i16也沒有太多的升級 所以他股價就整個重創 1月3號的時候 一氣增發了1000多億 好那另外來看到 蘋果現在有重磅消息說 我要來推Vision Pro 但是Vision Pro說 大概是2月的時候要推出 不過他有對手是誰 就是華為 華為今年也說要有個 MR頭戴的裝具 還有AR眼鏡 重點是我的價格 又是你的一半 這個領域華為一定會介入 因為他本來就做通信 所以他的時差可能接近零 所以會更平順 時差接近零什麼意思 比如說他現在那個耳機 FreeBuds 3.0 那他就是 他是綠牙你是藍牙嘛 他時間差就比你還低嘛 綠牙超過藍牙 當然是這樣 那這個跟MR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時間差越低就越平順嘛 實際上我認為啦 你剛剛秀那張圖說 高階市場那個Premium Market iPhone還占相當高的比例對不對 71 那個是歷史造成的 對啦 因為那個搞不好是從iPhone 9 一路排到現在 對 iPhone 9排到15對不對 可是你iPhone 15 就有點預政乏力了 那華為 那個MAP 60 Pro 是新出的第一支高階 那今年可能會出70 那也逐漸6070這樣累積下去 對不對 所以是要算累積總量 那你已經看到 iPhone 15跟MAP 60 Pro 就可能打平了 對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以前 累積了很多機種嘛 所以才佔那麼大市佔率 是 不這樣 這個有點像是最近看到的 美元也是如此 你美元現在的確還是很強的 一個儲備貨幣 但是你就一點一滴一滴 這樣子慢慢慢慢的消 但尤其是華為這一塊 他衝得很快啊 今年就被說 有一億部啦 一億部那不只是MAP 60 70這些 還有X5這些 慢慢都要交貨了嘛 所以你看這都是一路逼逼 逼到中國大陸不斷的突圍 好 另外再來看到 蘋果也被說 跟這個華為真的有點差距了 譬如說 在深層式AI的佈局 被分析是說 你行動緩慢 都沒有讓市場看到 他利用深層式AI 來加強他的服務 所以你已經可能在這一塊領域 真的不保了 那像是微軟都有Chat GPT等等的 然後還有包括華為 又有盤古大模型 中國大陸還不只是華為呢 百度有文西一言 你這個講的是 很可能今年就會有一些手機 直接出來就是AI手機 沒有 事實上今年 今年AI手機會蠻多的 蠻多的 那可是目前聽到了 大部分是安卓跟鴻蒙的 對 對 那就沒有蘋果的iOS 因為蘋果本來就不是 以人工智能取勝 它本來就不是研究 娛樂的那種的 它是視聽 視聽娛樂 各方面的娛樂 然後它現在也做內容製作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不是它的強項 可是這是趨勢 人工智能是Google 不是它 不是蘋果 所以就是 這個沒有辦法 除非它再去跟別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合作 就是這樣 不然 不然也沒有辦法 不然它的股價可能 因為華為 華為是很特殊的公司 它本身就有到數據人工智能的部門 對啊 所以 然後因為中國大陸 我認為是有一點 國家在推一個公共的平台 所以所有的大公司都願意跟鴻蒙合作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百度 你講的那個文心也過來 對啊 文心也演百度阿里巴巴 對啊 我相信 順著一樣的邏輯你也可以說 未來可能也會有百度為主的手機 就是 它以百度的人工智能為主 就好像以前有Google手機一樣 對 就這樣 你就是希望它AI的模式之後 也許它會推出它自己的手機 對 那這一塊就是蘋果 你可能就是會 你要 它必須跟人家合作 你必須跟人家合作 不然你沒有耶 然後你又是封閉式iOS 跟人家安卓又不一樣 所以你這一塊你真的會輸大了 因為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鴻蒙早就已經走在前面 那這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你打壓這個華為 結果搞出了鴻蒙 鴻蒙現在又有這個智慧 模型等等的 那就跟你真的是越差越大 然後重點是這個MR的通概 這個市場也很大 這個很大 而且美國就是現在被說 Apple的這個很重要的關鍵一 就是Vision Pro 但是Vision Pro這件事情 被說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你要賣到中國大陸 這一個品牌 其實華為已經註冊了 你還不能用這個名字 這個應該最後還是取決於 相關的技術 那VRMR這個東西 就是虛實世界的整合 那尤其是遊戲這一塊 會被它吃掉相當大的市場 因為你後來就會發現 我們現在既有的這個遊戲都不夠看這樣 對 你如果進入VRMR的階段 這虛擬實境 那你根本就進去那個世界了 就我等於就在裡面玩 對 那個Fuse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市場很大 是 這個有點類似那個駭客任務有沒有 然後你帶著一個什麼 然後他可以插一支管 然後你就到那個虛擬世界去打了 你就到那個世界去了這樣 那真的很科幻 是啊 可是就是本來是虛跟實的部分 那這個整合本來有一定的困難嘛 那MR就是要克服這個問題 對 就是mixed reality嘛 那這個時差越少 越有感覺 但是這有可能就到蘋果嘛 因為他挑戰者也買過 是他也想做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是娛樂性很高的 對啊 他本來就是做娛樂視頻 是啊 所以 但很貴 我這個是屬於高階的 蘋果本來就高階的 所以買得起蘋果的人 這個都買得起了 那等於就等於就是 我們以後就會看到比較高歸的遊戲世界 是 那他是虛實整合的一個平台 這個我覺得並不意外 那他就是要跟華為競爭 中國也不會只有華為 對 騰訊我覺得也蠻厲害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的科研 你卡了一個華為 還有更多的華為出現 然後不斷的突圍 讓你美國自己呢 你沒有成功 你沒有往前進的話 你在很多領域 可能會被中國大陸後來居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開心 яг談 你可以 你看 icle 看到 的是 intentions 尊尊